世界多地遭寒流袭击 英国多个地区出现严重暴风雨造成一人死亡 而在中国多个省份受寒流影响气温骤降 创下10年来的同期最低记录 中国恰逢24节气中的小雪 中部和南方多地降下大雪 整个街道被白雪覆盖 寒流来袭河南省的电力和铁路服务大受影响 一度中断需要当局出动人员维修 陕西省西安气温也骤降至少10度 当局发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恶劣天气 而在英国多个地区遭遇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暴风雨 导致多个地区水淹成灾 洪水淹没多条道路 多辆轿车也遭殃 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当地居民措手不及 当地环境局表示除了将采取防御措施避免水坏 也已经清理河道确保水流能畅通无阻 在福克斯通市码头 一名39岁妇女不慎落水经抢救后仍然不幸身亡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